對面的海拔要算不低的 也是一千多米的 但是為什麼它 教位不到這裡的一旦的教位呢 就是方向 同樣的品種 所以不管什麼地方 種茶的地方 各種茶類都一樣的 作息 橋東 太陽一出來 能曬到太陽的就最好 你安西一來一樣 以後買茶 你看它的地方的茶園 做像是像哪個地方 它主要幾方面 第一個 就光太陽 光能 光譜 造勢以後 它的光合作用 所產生的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就它的霧 霧氣 霧塵 霧塵呢 通過霧塵呢 它把直視光能轉化 霧塵 雲霧多的轉視 轉變為慢視光 這是第二 就是一個自然環境 形成它 同樣的品種 同樣的海拔高度 品質的差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的那個泥土 泥土很有差異 最好的茶就只一條到裡面 看見這邊只一袋的茶 最好 它呢 體現兩方面 一個花香 一個滋味 它比較細膩 所以 我們叫做 黏附性 喝了以後在口腔裡面 黏稠度 黏稠度嘛 黏附是 複製性嘛 這是第二方面 所以 中山的 就是我們水庫上來的下面 沒有修剪的 就算中山了 紙家茶一年只長一次 外面的 剪的平平的 一年可能有五輪茶 進來的 水庫進來的只是一年一次 它不修剪的啦 因為不用去蝦毀料 因為不用去打籠藥 什麼都不用的 就是古茶水餘生啊 對 所以像紙家 房子都是空的 春茶採茶的時候進來 採完茶它下面都有房子的 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加工廠 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般來說呢 每個村我都住過 有些 這裡上面有三代人是我的學生 他的爺爺 父親 他兒子 都是我的學生